大家好 我是大飞 最近最火的APP应该说是非Thrise莫属了 小扎推出的新产品上线5天之后 就打破了1亿用户 直接打破了之前由ChatGPT创造的记录 不过跟ChatGPT相比的话 我觉得Thrise其实并没有提供什么 太多的增量的价值 它既不是一个全新的产品 也不是一个新技术迭代出来的产物 据国外的调研机构Sensor Tower 公布的数据来说 目前Thrise的日活用户已经下降了20% 用户的停留时长更是下降了50% 从之前的20分钟减少到现在的8-10分钟 此外新注册用户的增速也在持续的下降 包括之前从Twitter过来的一些大V 也只是简单的发了几条消息之后 就没有什么声音了 有的甚至又回到了Twitter继续来更新 不得不说这里边有很大一部分人 都是可能跟你我一样去凑热闹的 看一看体验一下 然后就此作罢 这就像国内这些年出来的各种挑战 微信的社交产品一样 大家也只是说看一看体验一下 然后再回到微信去 可能一些新的产品 在创新和细节的设计上 他们做的可能会更好 但是这种优势还不足以穿透 成熟产品已经建立起来这种壁垒 尤其是像这种熟人的社交网络 更是难以迁移 我大概也就玩了这个 Srice半天的时间 也就没有再去过了 因为那里边说实话 没有我关心的人 也没有我关心的事 更没有我的一些数据资产 这就好比现在有一款比微信 体验更好的产品 摆在我的面前 但是我可能依然不会迁移过去一样 核心原因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除非我现在的微信的好友关系 全部都在新的产品上 否则也就是尝个先 也不会有下文了 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 你想一款产品 就凭借着同质化的功能 和换套皮肤的这种做法 其实是非常难以撼动既得利益者的 还有一点就是像推特这样的平台 它实际上积累了很多的大V的账号 各种的意见领袖 对吧 这些人其实也是非常难以迁移的 因为大V他依赖于他的粉丝 而粉丝也依赖于他的大V 除非都过去 否则其实是没有人愿意动的 这个让我其实想起了很多年前 谷歌推出的社交产品 Google家 Google Plus 当时也是推广的很猛 一年就干了9000多万的用户 我当时也是第一时间体验了 然后其实也没有然后了 当年Google家直接瞄准的 就是当时的Facebook 就和现在的Matter 瞄准的是Twitter一样 但是事实的结果就是 Google家黄了 后来停止运营并且下线了 其实这些年跟Threads一样的想法 风风火火的 但是很快就消亡的产品 应该说是太多了 数不胜数 所以我个人感觉 过了这一段时间的热度 Threads可能 很可能也要黄 只不过这次的子弹 或许还要再飞一会儿 毕竟有Instagram的输血 再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 这个是我在超市买的一罐薯片 你看看能看出什么异常吗 我觉得这个薯片非常好的阐述了 什么叫做保持外界看起来不变的情况下 做降本增效 如果你还没有看出来的话 请注意一下这两个标记 这样的话就应该清楚多了 装薯片的圆柱体的包装 看起来是和以前一样的 没有丝毫的变化 可是里边的内胆却大量的缩水 直接减少了四分之一 如果你不打开这块薯片 不把内胆拿出来你是完全感觉不到的 同样我们如果不深入到企业的内部去看的话 外界也是完全感觉不到的 降本增效能都是对内的 一片祥和都是对外的 典型的减量不减价 看上去就跟原来好像一样 这就跟很多公司的操作一样 一方面说自己的业绩向好 实现了盈利 另一方面又大量裁员 缩减编制 谁也不会对外宣称说自己要大量的裁员 只会告诉资本市场我依然很坚挺 所以说我一直坚信的是 不要听它怎么说 而要看它怎么做 就像这个thrace一样 现在看起来虽然数据很漂亮 但是决定这类APP生死的 依旧是关系链的数量 DAO以及用户停留的时长 要知道现在的这种高速增长 反面可能就是随即要面临的高速下降 这就跟在现实中 山一座山都是两面的 它不可能只有一面向上 而没有另一面的下降一样 当然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大家对于thrace怎么看 觉得它是否能够代替推特 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简单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下期再见